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有一群心理学家 对一些从四岁到八岁的儿童 发出了一个问题 爱是什么 结果他们得到了许多 令人吃惊的答案 一百家八岁 他说 当我祖母患了关节炎之后 他不再能弯腰 涂脚 指甲油 所以我的祖父 就一直为他涂 甚至 他自己的手有关节炎 他还是这样做 这就是爱 伊犁四岁 爱 就是当他叫你的名字的时候 你会感到很安全 七岁 爱是当你在房间里面拆圣诞礼物的时候 而你愿意停下来 而注意地听别人讲 如果你想学习 你有更多的爱 那你应当从你最讨厌的人开始 他说 他说 爱是像一对年老的女人和男人 虽然他们彼此已经很熟 但仍然像新的朋友一般 Cindy八岁 她说 在我的钢琴表演的时候 我在台上感到很害怕 看见的人 所有的 看见所有的人 都在盯着我 唯有我的父亲 向我挥挥手 微笑 我的害怕 就立刻消失了 这 就是爱 Maria 四岁 爱就是当你的狗 还是很热忱地舔着你 即使你一天都没有理好 Jackie 六岁 爱就是 有人一直在注视着我 Rola 五岁 我知道我的姐姐爱我 因为她舍得把旧的衣服给我穿 她自己还要花功夫去买衣服 Ban 六岁 爱就是 有人陪着你 使你不会觉得孤单 Jackie 六岁 爱是向着妈妈看书 爸爸就跟着上船 看 妈妈看电视 爸爸就坐在客厅 陪她看电视 Wendy 五岁 她说 爱使我感到温暖 和舒服 就好像 我抱着枕头一般 Chris 六岁 爱就是当你到McDonald 吃东西的时候 你愿意把French Fry 给对方 却不要对方给你任何的东西 Jessica 八岁 你不应当随便说 我爱你 除非你是真的爱 但是当你真的爱的时候 你就应当常常说 Elaine 五岁 爱就是妈咪给Daddy 一个最好吃的一块鸡肉 Jenny 有两种爱 一种是我们的爱 一种是上帝的爱 但两种爱都是上帝造 当一个四岁的小男孩 看见他的邻居坐在门前 呼气的时候 因为他最近 失去了他的脑袋 他就走过去 坐在他的头上 后来他的妈妈问他说 你对邻居说了什么 他回答说 没说什么 我只是帮助他哭 愿生帮助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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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